上禮拜的部分是讲到货回圈 那累加的部分 所以上禮拜我们大概做了几题 主要是把征照考试题的 202跟204 202跟204之外 206、208、2010 其他部分我想云端上有 所以请各位也许自己再稍微练习一下 那如果你要把程式学好了 当然最重要还是要经常去练习 而且要找题目 那除了说要练习之外 其实就是要熟练 那你不能说你要想半天 很多东西就是要很直觉的 像逻辑判断 比如说你什么逻辑判断 像判断那个倍数的话 那你要马上可以 三跟五的倍数 你要马上可以写出来 很流畅的 如果他能够被整除 那被整除的话 我们上礼拜讲过吗 有个那个MOD 就是在VBA叫MOD MOD 就是球鱼数 可是在Python里面就是person 这种符号的转换 其实不论是哪一种语言 都有类似的问题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说用的那个 表示的那个符号运算值不一样 其他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能要慢慢习惯 所以这样的话 你才有办法去跨语言 因为其实慢慢发现 工作里面有太多都是 不同的语言 处理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像现在厂商一样 从硬体到软体 从低阶到高阶 那其实里面用的都是语言 可是用了好几套不同语言 可能最低阶的也许 从组合语言 不过现在比较少 像C、C++ 再上来也许叫Java 或者用Python 然后再上去也许就是手机的APP 或者云端 可能又用了像其他语言 用PHP 或者是说用那种 手机APP 也许用Java 等等的 那如果说不同的语言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都是相通的 如果你那个概念 那再来就是说你可能要一些范本 比如说你做好之后 也许这个语言的范本 以后如果你用到类似的程式的话 也许可以拿来稍微修改一下 也许至少还可以拿来用 那其他204等等的 那上个礼拜最后有讲到 有关那个FOR回圈 如果说我今天要加总 加总帮我加1到加到99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1加到99 如果我是规定用FOR回圈的话 其实这也是可以是一个考试题 其实考试题也是类似有这种 就是说请你帮我把1加到99的结果输出 你帮我写一个程式 或者甚至好像有些公司 如果你要去应征派上的公司 那也许就出一题给你嘛 你就把它写出来 或者用直接上机也好 或者直接纸笔 他给你一个纸笔 你把答案写出来 你才有机会进到第二轮 不是你如果连这个基本的都不会的话 那可能蛮好有问题 那另外的话还有就加总只有偶数 那我们有只有偶数的写法 上礼拜至少有写三种 比如说你可以判断 能不能被2整除 有没有 能不能被2整除 整除的话就是除以2之后的话 他如果说余数是为0的话 那表示他整除 所以写法上 你可以用那个能整除 或者第二种用continue continue是怎么样 他能够被整除 就continue就跳过的意思 continue有点像跳过的意思 OK 不过continue比较少用 另外还有就是range里面 有一个step 你可以step2也可以 所以写法还蛮多的 那今天的话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其实后面我们还会用到 除了用for回圈之外 可能你要再把它改成叫fire回圈 同样的东西 其实你用for回圈写的出来 基本上应该用fire回圈也写的出来 只是说呢 要怎么写 OK 要怎么写 那也就是说 for回圈是一个范围 比如说range1到99 我们可能后面写100 那可是fire的话 我们就逻辑就不一样 for是一个范围 是一个range 那fire的话 特别是一个条件 当条件为true的时候 去执行 当条件为false的时候 就不执行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配合fire回圈 做加总 所以后面也许你可以自己先试试看 如果你对fire回圈 待会会讲到的话 你可以先试着 反正for回圈做过的事情 其实fire回圈都做得出来 那只是说要怎么改写 那你就想说那如果都可以的话 为什么要两个回圈 因为要处理不一样的事情 其实两个都可以 但是哪一个写比较简单 如果是处理范围的事情 用for回圈 如果是处理逻辑的问题 那就加总fire OK 所以这个部分 每个人写法都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 其实甚至有的人 像我的习惯 没事不会用fire回圈 大部分都用for回圈 可以啊 所以这种写法有非常多种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待会 请各位一样到云端白板上面 云端白板里面的话 第三个单元 回圈 资料结构 制定函数这部分 那我们呢 上个礼拜写的东西在这里 那请各位呢 先写一个变化题 那什么变化题 如果说我今天 上次上课是一输出 输出到加总 计算加总是多少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底下我不是要加总 请你帮我跑出来 1.1 1.2 一直到2.0 那这个地方呢 要写一个回圈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请各位 想想看有没有什么 写法 OK 那就利用上礼拜 这个是上礼拜是加总 直接输出是 加总2 开始 到 99 其实就2到98 step2 输出这样写法 是最重要 那如果说我今天的话 我要什么 写一个变化题 假设我今天呢 不是最后 输出这样 而是希望输出 是这样的结果 那你可以 想一想 特别注意 我们最后才执行 跟 一直 就是说一输出 就马上输出一个一个 那之间的话呢 它初始值 是1.1 所以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呢 它跟上面相差 的就是0.1 那我要怎么样刚好可以 跑个回圈 它能够每跑一个 跑一个叙述 就输出一次 所以特别注意 那个 printer的位置也很重要 你不能乱写 printer我们 之前的写法 是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里 它是跟 for同一阶 但是如果说以这一题来看 你不能写在 最后面这边同一阶 因为如果你同一阶的话 它是最后执行完 再跑一个结果 那你应该是怎么样 你应该是把它放在 跟那个 for里面这一阶 里面这一阶 如果你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它执行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它会变这样子 也就是说什么 每累加一次 累加丢一次 累加丢一次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能就是累加丢一次 当然最后也会丢出 最后的结果 只是说 它这个地方 会有前面的历史资料 所以要特别注意 一 你待会可以想想看 printer的位置 第二的话 我要个range 那个range的话 恐怕就是 要几个 你可能要知道 1.1到2.0 OK 那数字的话 刚好就十个 所以 你就要跑个回圈 能够刚好 满足跑十个的这种需求 那每跑一次呢 预设值可能就1 1加上可能0.1吧 然后乘 后面的话用乘 乘以一个变数 那个变数的话 它每跑一次 就累积一次 每跑一次就累积 所以请各位 先试一下 这个变化题部分 参考答案在下面 不过你也许可以先不要看 先想想看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还有就是说 奇数偶数体的练习 再来就是99层发表 来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